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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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哈拉聊电影 我是好好 俗话说的好 位置不重要 重要的是 聪明努力 学习力强的人 即使换了平台 更改了跑道 还是可以跑得比别人快 飞得比别人高低 没错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由No.1的医生 转职为No.1的至尊魔法师的故事 奇异 博士 角色介绍 饰演出招史蒂芬的是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得 班奈迪克 康伯败驱 男性魅力满点 演技迷倒众生 凭借着新世纪 福尔摩斯 红遍世界各地 而奇异博士 也非常适合他来诠释 史蒂芬与福尔摩斯 一样聪明过人 思考速度快 狂妄自大 善于打破迂腐的法规 但这次还加码了 武打动作 与华丽的魔法特效 能文能武的演出 真的可以让粉丝们大呼过瘾 可以说光是看他演出 就饱了 也不为过啊 其维托埃及佛 饰演卡尔末度 引导求助无门的史蒂芬 成为古伊大师的徒弟 以师兄的身份 协助教导史蒂芬成长 但是他们两人个性天差地别 他严谨 遵守教规 是古伊信任得力的助手 但却不懂得变通 帝塔史云顿 饰演上古尊者古伊 年龄始终是女生的秘密 没有人知道他活了多久 拥有神秘力量的他 一直默默守护着人类 开导史蒂芬成为他的接班人 为了要磨掉史蒂芬的自大 与狂妄 费尽的行识 而古伊大师就是这两个学生的综合体 平时严谨遵守着必要的成规 但维基石也懂得变通 把大师的高度与气度 演绎得非常好 麦兹米克森 充满魔性的演员 饰演背叛师们的狂热者 想要推翻古伊大师的理念 向邪恶势力靠拢 为地球带来前所未见的恐怖灾难 瑞秋 麦亚当斯 饰演与史蒂芬 曖昧的外科医生 熟知史蒂芬在一届是非常成功的人 但为人却是非常失败的 并不像是小丑女哈利那样盲目的追求小丑 而是在一旁默默的守护 不求回报 不离不弃的情感 让小编我看得是很感动 实心希望他们之间不只是插出火花 而是插出火球 故事简介 自大狂妄的史蒂芬 在一届的专业领域 与神经外科的开刀技术无人能及 江湖人称史传奇 但他的优越感使然 总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也觉得规矩程序 这些是给一般熟人去遵守的 无法束缚住他这种天才 当然他的聪明才智造就了不可一世的他 但也成为他最大的弱点 再一次的车祸意外 他的双手严重的受创 几乎是无法继续使用了 连刮鬍子都没有办法 更别说重回开刀房拯救病人了 自己长年依赖的双手废掉了 他无法走出这个创伤 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散尽家财用尽方法 他也要医好自己的双手 但经过多次的手术 丝毫没有起色 走投侮辱了他 还是不放弃任何可以医好他的希望 即使去接受他从未相信的秘书 在尼泊尔的古事中 寻找到了传说中的古一大师 大师并不想要拯救这个眼前的智大狂 究竟不愿面对残缺的自己 却又不肯服输 已经跌落谷底的史蒂芬 人生的一切都失去自己的掌控 他该如何面对现实 放下自我 得到古一大师的认可呢? 而神秘的古一大师 百年来又在防御着什么样的敌人呢? 地球又将面临什么前所未有的灾难呢? 这部分的精彩 就留给观众到电影院中品尝吧! 本片的最大亮点 就是超乎想象的视觉特效 精彩到小编我好几幕都跪倒在电影院中了 虽然说有全面启动的影子 但这已经更超越了数倍 并且能够扭曲、延伸、变形 真的让小编我的下巴都掉在地板上了 魔法阵的特效也是超迷人 一整个就帅到爆炸 心中不免呐喊 这才是心目中的魔法啊! 地心引力的位移 与时空到回的战斗真的是太酷了 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拍摄出来的 真的是太强大了 非常推荐给喜欢英雄电影、奇幻电影、闭心们去欣赏 这是一部不能错过的超级英雄电影啊! 以下部分为雷 小编认为如果交代清楚 电影会更好 没看过电影的朋友也可以看完电影再往下看 反派实在太弱 就算死传奇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才 也不至于一开始就差点被他打挂吧! 你这样很没有威胁感咧! 整体节奏来说太快 如果可以放慢一点 给角色一点时间沉淀一下 我觉得会更好 比如说加强一下反派的动机与威胁 再加强他反对古一的观念的理由 与他极端渴望黑暗能力的动机等 一个反派要有说服力 故事才会有张力 相反的 一个好的英雄 同样也要有足够的理由与动机 才能成为伟大的英雄 虽然有表达他因双手受创而彻底的被击垮 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生命斗士 但让人感受不到他愿意不顾之身的危险 来拯救苍生 毕竟从头到尾史传奇表现出的是 比较爱自己 为了钱与成就才去救人 所以这部分转变的有点大 让人感受的不是很强烈 如果加强他拯救世人的动机 花些时间来铺陈 这样的说服力会比较够 当然漫威的电影 幽默有趣的桥段是一定要的 但奇异博士的笑点个人是觉得尚可而已 部分有点刻意的成分 因为画面太丰富 就像是万花筒那样的缤纷 所以容易晕近的朋友 可以坐在比较后面的位置 或是避免看3D的版本喔 剧中有许多异次元 结界、时空到回等设计 不常看动漫的人 可能会不太好消化 但小编我有个疑问 既然可以时空到回 那某大师也不用死了不是吗 毕竟要对付这个外星大魔王 就算是古一大师也没有把握击退他 他竟然这么有责任感 为了寻找接班人奔走了数百年 不是找到后就直接丢给他 这样不是太冒险了吗 勉强接受这个重担的史传奇 最后的决战虽然不够帅气 但我觉得还不错 有一种菜鸟用奥布玩死魔王的感觉 仿佛看到明日边界 开外挂的战斗的意境 毕竟一个新人一出道 就要面对宇宙大魔王 不耍点手段 凭实力是打不赢的 也算是有巧思的自取 蛮有意思的 总之这部电影就是 开车不滑手机 近空心灵学习 打破现实框架 成就不凡命运的奇幻特效电影啊 我是好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觉得影片不错 可以给我们一个鼓励 如果想来哈拉更多电影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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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年 看了你 看了吗 他喜欢你 他喜欢你 打开 谢谢大家